是的 这就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在金字塔景区被告知 不得穿传统服饰来拍摄 但是我在上网上查阅了 金字塔景区对于服装没有任何的要求 同时又看到了一堆日本人穿着和服在金字塔拍摄照片 这不就是纯纯的种族歧视吗 日本人可以 中国人不行 那我这条胡服金塔的视频 是达到了一千二百万的播放 有些的是宁美月老师也评论了我的视频 他在金字塔拍摄汉服视频的时候 并没有受到阻拦 而且对他很有礼貌 是的 很有礼貌 另一个网友回复了他的评论 我觉得很精准的回答了问题 好 等一下 像欧美人 那我和宁美月老师 同样穿的是汉服 然后在金字塔拍摄视频 那就得到了两种待遇 那我呢 是百分之百长得像中国人的脸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mix 也就是混血儿 有像有一张像欧美人的脸 那问题出在哪了 衣服一样 面孔不一样 问题在哪呢 并且在景区没有服装要求的前辑下 为什么 只拦中国人 然后还有一些人说我 为什么要去跟别人去吵 然后说我 有礼不在身高 首先这些评论的人 应该是没有看完那条完整视频的 一开始的时候是跟他好好交流的 但是他执意要为难我 让我带我去景区 就说我的服装不符合要求 我的传统服饰我不可以 OK 那深圳不怕影子鞋对不对 我就跟他去了警察局之后 他到了警察局 首先说的不是我服装问题 他就跟那个警察说 我带了武器 武器什么 我的自拍杆 我的自拍杆还是一根碳纤维的 进入金字塔景区都是要过安检的 他明明正在说谎啊 对不对 他找了我的自拍杆 说我是武器 OK 那给他检查看完 之后说我没问题 然后又接着出 说警察说没问题 你可以去拍照了 回去金字塔景去拍照 这个骗子 又来找我麻烦 又快说回我这个服装问题 那我就说你 你把你这个服装 不允许的要求拿过 对不对 他也拿不出来 就这样 你觉得他这样 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欺负我 我还能去 好声好气的去跟他说话吗 他明明就是在为难我 他已经是完全踩在我的头上 去欺负我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我是已经 非常非常的愤怒了 他浪费了我很多时间 而且那时候爱情非常的热 我跟他扯这些扯东扯西的 那时候说实话 我真的是 我想去打他的 真的是 我那时候是真的是 压住了我的怒火 然后我也要求他 拿出他的ID证件来 给我看 他说他是government 他然后他拿出来了 就是一张身份证 那个警察也在那边笑 拿出的那个 那个卡的一瞬间 警察在那边笑 其实这些都是默许的 不然为什么 警察警讯 这样不够的骗子 他们每天是 画门票进去的吗 根本就不是了 就直接进去了 就是完全是默许的情况下 好在当时我是比较理性的 一一的公布了他的谎言 他竟然想把我拿软柿子捏 那不可能 我不跟他好脸色看的 虽然我知道 有理不在身高 但是我更知道的是 真理只在见风之上 对付这种人 我只能说 我不可能跟他好好说话的 因为他一开始就想 拿我 以为我是那种 好说话的中国人 我告诉他 这种情况下 你别想欺负我 因为你 才是骗子 他这么瘦